今天台北股市今天是3月3號台北股市今天上漲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美股又大漲了 漲得大漲 昨天其實最主要的地方在漲的地方 也是廢半 廢半前一天跌了3.6% 昨天漲了3.3% 那有一檔股調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美光 美光昨天漲了8% 去8% 美光所帶動我們台股今天 盤面上就可以看到有好幾檔 那當然這是低論 好 我們來看看台北股市今天 今天其實今天在早盤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一開始的時候氣氛上漲是 已經有上漲100多點 想說起100多點 漲100多點 因為今天早上的時候 那有大停電 全省大停電又多處 南部那邊 那大家擔心科學園區 有沒有晶圓廠 這一方面有受到影響 就一路開始往下煞 開始往下煞 就開始漏了 好 那這一段之後開始就 漏漏差不多 都大概是 都大概五六十點 到收盤為止 今天整個盤面上來看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整個盤面上就最主要的 還是在圍繞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裡 航運 那鋼鐵 鋼鐵骨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最主要圍繞在這裡 運輸 運輸什麼 那有天上飛的 那長榮華航 那還有呢 然後有陸地上走的 那就是運輸業 運輸業 還有海上 海上的三櫃 那三櫃 今天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 長榮在創鋪斷性高 陽明創鋪斷性高 好 那今天成交比重 給你 今天 你可以注意一下 今天的成交比重 運輸 那這邊有點怪怪的 應該是在25% 25% 今天的運輸 當然運輸業 航運股有25% 成交比重 成交比重 25% 這蠻多的 蠻多的 好 那目前為止 現在電子股 大概成交比重 大概是在25%左右 25% 抱歉 55% 55% 好 那 今天旁邊上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 來看 來 一些 比較強勢的 強勢的族群 其實今天 就是有在 還有一些 像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 今天比較強勢的族群 像鳳凰 還有 還有下一頁 三富 三富 鳳凰 還有鋼鐵股 還有鋼鐵股 也有幾個 有鋼鐵股 運輸業 台華投控 台華投控 這些 其實今天 在這 還有 還有 安國 安國 IC晶片的設計 低論IC晶片的設計 今天漲停板 好 今天的弱勢股 當然就會比較少一點 可以看到 那就是有一些 之前都漲比較多 這主要是之前漲比較多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連展頭 還有像一粒店 還有 還有 那就是 大概大概是這 這 全訊昨天也是大漲 今天又跌了 好 那今天 跌幅來看的話 是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族群性 比較沒有族群性 好 那今天盤面上 其實這主要 還是圍繞 在哪邊 在這裡 主要圍繞在這邊 航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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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紅通通 幾乎都紅通通 今天的航運股 不管是 不管是海上 那貨櫃 貨櫃 還有 貨櫃 今天 在 在散裝航運 就比較差一點點 貨櫃櫃和航空股 今天很 在盤面上 幾乎都是佔滿了整個 盤面上的一些熱點 今天 好 那我們 接下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 來看 這是 目前為止 今天 今天還會有 今天 大概 3月3號 今天 還有敲定說要再來 他們要再來談判 惡務要再談判 那目前為止 我說 這還是會 邊打邊談 這個常態 可能還會再拖一陣子 這樣 這樣一拖的話 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什麼 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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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價格一直在飆漲 漲 昨天 昨天已經 昨天晚上 到昨天 昨天收盤的原油 已經漲 又漲了 漲了 7.7% 7.7% 今天 今天到了3點 這截圖到3點 到下午3點 又漲 又漲了3點5% 所以現在沒有成為止 當然 這個持續在漲的時候 當然 對通膨會比較大壓力 那 當然 我認為 這是我們的研判 這個 這如果 俄烏那邊 如果比較 確定下來的話 這原油的話 它會很快 跌的速度 會很快 會漏很快 所以 這個現在沒有成為止 這個也先聽著 先聽 這個可能不會 這不會很長 這不會是長期 這短期間 好 這是原油 來 這之前不是跟大家講 這種星鏈 吳克蘭要求 請求 馬斯克 他的星鏈的一些低軌衛星 一些訊號給他們 他們給他們 我不是有說嗎 有兩檔 2314 台陽 還有3062 建漢 我說不要追 不要追 賣掉 那你可以看到 幾乎 這兩天都給你漏了 今天都跌 這些都跌 一直連續 建漢連續跌兩天 建漢連續跌兩天 台陽今天也跌 今天都要跌 所以我們不要追 這個其實有更好 以有更好的價格才會買 不然現在 我認為 這個目前為止 在買股票 你不要用追的 因為追的 很容易短套 真的 你注意看就知道了 好 那行情每天都要變化 看過去你當然懂 我知道 未來 當然未來的話 當然要靠什麼東西 要靠這個 要靠什麼 產業 掌握產業 這個才有辦法 剛剛最近我跟大家 從我們新村 2月7號 農曆新村開放盤之後 2月7號到目前為止 我給大家所講的 主要有兩個產業 兩個產業 一個是鋼鐵 鋼鐵 我說小買 另外一個就是 航運股 航運股 這兩個族群 航運股裡面 我又挑出來 這什麼東西 航三桂 那三桂 長農陽明 還有萬涵 好 那這就是掌握產業 主要是掌握產業 還有就是低潤 低潤 低潤產業 這我待會兒再說 來 來 這 目前為止 那 可以看到 昨天 昨天在大地 怎樣 昨天 那 當然 那昨天 我們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我 昨天 其實 昨天外賣超有190而已 常外出沒100%多億 那 還是在賣超 今天 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會 應該不會賣超那麼多了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大概三點 應該是賣超不會那麼多了 好 來 那 IC產業 IC產業 很多 有很多 你說 半導 IC產業不是說經營代工 不是 不止 IC設計也是 還有 IC設計裡面就 還有 當然 還有很多種 還有通路也是 那這個產值 這是IC設計產值 這是很多 包含到說有蓋廠房 還是一些供應鏈 像矽晶圓 矽晶圓 我建議的 我有建議是說買什麼 買聯電 當然這要做布局 這要做布局 我都馬上說賺 你賺到大錢 沒有啦 就是要做一個布局 把一些 一些賢錢 把它做點布局 好 就是聯電 來 最根本就是這個 第一論 昨天我講過了 美光 昨天美光是大漲 來看 美光昨天大漲了8% 你說 其實納斯達克 你可以 我們可以來看一個 納斯達克 不管是高科技類股 不管是 你可以看美光 半年來 這是半年來 半年來 它股價幾乎沒有什麼跌 沒什麼漏 你可以看 它是非常強勁 我們來看 來 來 這是納斯達克 你可以看到納斯達克 這納斯達克 最近是這樣子 這樣漏的 這是納斯達克 它是 可以看到 最近這半年來 納斯達克是這樣跌 它是這樣子漏的 但是美光 美光是漏的 美光是漏 美光是漏 應該是 不能說漏 它幾乎沒有跌 美光幾乎沒有跌 美光 美光 沒有漏 美光非常強勁 那我們再來看 那這 廢城半導體 你看 廢辦 這是廢辦 你可以看到 你看最近這半年來說 你看這 廢城半導體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跌下來 你可以看到 其實最近都是這樣子 這是廢城半導體 這是廢城半導體 當然美光 美光掛牌有在廢城半導體 你可以看 它幾乎沒有跌 幾乎都沒有跌 這美光 那我們為什麼會來挑選說 美光做什麼 第一論 第一論 好 我們再來看 那第一論 第一論我們在操作的話 我們就是有做兩檔 兩支 一支下去 預創 這2月21號做一支 再來就是等到它拉回 這差不多有機會的跟大家一直說 等到拉回的時候 我們要再來進場 好 3月1號 3月1號我們再進場 那到昨天 昨天也有上漲 漲毛給3.2元 今天盤中一度有上漲 有上漲到89.3 我們掛價掛89.5 差兩檔沒有賣出去 很可惜 沒有賣出去 沒賣出去 那今天又收盤的時候 只有剩漲0.5元 這支沒賣掉 預創沒有賣出 蠻可惜 好沒關係 那也許明天 明天更有機會 價格更高 我希望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接下來看 金豪科 金豪科 金豪科也是低潤 立即行 今天你的盤面上 金豪科的成交值有八 大概是一百二 將近一百三十億 成交值總共佔 總共一百三十億 非常非常大 那成交比重非常大 今天成交總共八萬幾張 成交張數八萬多張 這是還有的 還有的 為什麼 我說 第一論 你可以看到 這是在十一月二號 十一月二號的時候 一直說什麼問題 就是 他的第二季有機會 第二季 第二季 十一月二號 明年的第二季 有機會全面漲價 第二季是當時 今年的第二季是當時 四月第二季 現在已經是三月三 三月三號 四月份 他們就全面漲價 那目前為止 就是 也果然不如 如預期 因為消化庫存已經差不多了 好 這下看 金豪科 這不是現在最終的 從去年我們就做好幾趟 從去年就做好幾趟 你就知道 好 那目前為止 他們 當然現在可以看到 金豪科 像 現在目前為止 像DDR3 那是比較 比較舊的 現在已經 立基型 客製化的一些低潤 現在已經要轉變 要從 現在要從 DDR4 DDR3 要改為DDR4 DDR4 加上今年 第二季的話 還會有 還會有新的 那個架構 新的架構 那速度更快 他的頻更快 這樣頻更快 像我目前所用的 低潤的頻的話 像我家 我在用的話 大概是三千 三千 那現在 目前要出來 新的 新的 他的速率的話 是到六千 是我 現在我家裡的一倍 現在是新的 夠新的 好 那即將要出來了 有人運出來 但是價格很高 價格很貴 價格很貴 好 那這是金豪科 那最近 來看一下 2月21號 我們就已經把它賣出去 165 賺價差 17.5元 那金豪科 我說拉回 我們要再來接 拉回再來接 3月1號 拉回再來接 來 今天 3月3號 漲大氣 今天又大氣 今天盤中一度漲停板 今天盤中一度漲停板 這漲停板 176漲停板 他已經突破前高 這175 前高175已經突破 現在今天最高來到176 那當然今天沒有收最高 今天爆了大量 你來看 八萬七千多張 八萬七千多張 他平均 也平均價格 今天大概是170 你說170塊 乘上八萬七千張 你知道多少 他今天成交值 差不多有130億 130億 那我們今天我們 我們 上市 上市那邊的成交值 今天是3200多億 他一檔 金豪科他就佔了130億 130多億 相當高 這金豪科 那今天就大漲把它賣了 賣 大漲賣 只有賣出 這有賣出 很可惜 今天 郁創沒有賣出去 郁創沒賣出去 好 那我們會再找好的價格 在郁創給獲利了結 把它獲利了結 好 那還有一檔股票 就是 一檔股票 就是 他的 因為他 像就是 8054 還有就是 8054 金豪科 還有 8054 8054 金豪科 今天漲停板 今天漲停板 他 因為他的成交量 量太少 量太少 那所以我們最近在操作 就是 做這個 郁創還有金豪科 這個 讓他跑掉 沒有 就要跑掉了 跑掉了 那有機會的話 那再來操作這個 安國 有機會再來操作 安國 好 那我們 金豪科就已經告個段落 告個段落 預創還沒 好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三月三號 今天大漲 哇 盤終於度漲停板 沒有賣到最高 沒賣最高 沒賣最高 好 來 這是航運股 我有說 2月7號要佈局 2月7號 這是航運股 162.5 那當時 當時 當時 這個多少 在這裡 118 118 你自己算看看 這樣四十幾塊 四十幾塊 四十幾塊 這樣四十幾塊 這樣四十幾塊 這樣價差到你 這樣四十幾塊 大概是四十二塊左右 四十四塊 這樣四十四塊 四十四塊除以118 你看這樣漲幾層 超過三層 超過三層 這段這樣 這是長榮 好 再來看 陽明也是一樣 今天要佈局 但是陽明 這一撲 就沒有像長榮這麼強勁 他沒賣那麼多 但是今天可以看到 今天也是創波段新高 今天也創波段新高 今天 那今天也是收盤收到125 今天收盤125 這是陽明 我從 這個我們要怎麼來看 我就來講 因為 他的基本面 終將 會來反映他的基本面 而且他的超強基本面 那在這段 俄烏衝突 危機衝突 開戰以來 我一直說 我們在 一直說 就是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要做這個 要做這個 沒辦法 不要再追 不要再追了 這不要再追了 隨時都可能會有 有拉回 那 像陽明 還有長榮 都是他 好 這先不要追 先不要追 先不要追 那 以今天來看 盤命上 今天 其實主流 最主要的主流 就是 航運股 還有就是 低潤族群 還有高速傳輸 高速傳輸 就是像 3035 自圓 自圓 自圓做很多種 不是高速傳輸 很多種 還有像 6104的創委 創委 也是 8054 安國 也是 高速傳輸 好 來 那這 我都是從產業 這樣來講 這樣 來操作 鋼鐵股 鋼鐵股 這也是一樣 要佈局 佈局 好 好 那今天這個系統電 系統電 這 要注意 這要注意 那投信最近 最近一段 這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 已經買 總共買了2800張 那隨時都可能會發動 這系統電 5309系統電 要注意 那其實大家還是 要注意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還 主力還沒進場 所以沒有拉動 再稍等一下 稍微再等待一下 好 這是系統電 系統電 那當然今天 今天有 他有儲能 他有儲能 那最主要他當然有儲能 那我講 今天就大停電的時候 他就一度有上漲 一度有上漲 這不需要追 不需要追 那很短暫 那很短暫 好 那其實今天的時間 大概差不多了 那 那 什麼東西最困難 那在1萬 指數在1萬8千人 和8千人 趕快拿都一樣 什麼最困難 那當然就是選股 那選股 你單就只是選股 看一個點的話 那什麼 就像要設飛標一樣 這樣 這樣不行 這樣子的話 可能不準 你不知道說 那到底他能夠 他能夠 漲到哪裡 你怎麼知道 但是用產業來看的時候 再次來選股 這樣就不一樣 完全就不一樣 完完全全不一樣 好 這是我們的選股 選股的一些策略方式 用從產業 然後再來推選股這樣子 好 那 行情 每天都在變化 看過去 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 我也知道你別人 未來 未來 看未來 看什麼 看未來的話 當然要看什麼 產業 掌握產業現金 好 最近行情 會大漲大跌 我們現在要注意 要注意一下 好好注意一下 不要 不要隨便亂追股票 不要隨便亂追股票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也 那如果想要跟我們操作的話 可以來電 或是到來生活圈來留下你的資料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那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你好 你好 我是阿蘇 你好 你好